27岁,青桃一位宝妈竟因长期吃大米患上卵巢癌 并且癌症被发现时已经是晚期 主治医生还表示,宝妈只有不到三个月的时间 看着自己出生仅有一个月的孩子 宝妈和家人也是心目刀割 但谁能想到,当宝妈即将丧命的罪魁祸首 竟然是因为我们经常吃的大米饭 好端端的大米饭为何会引起癌症呢 大米饭、淡饭或者是淡炒饭 不管是吃起来还是看起来 经营剔透非常有食欲 但要是选择了质量不好的米饭 就会让我们的身体产生巨大的影响 而那位青桃宝妈就是其中的受害者之一 其实是因为女子从小到大就喜欢吃米饭 不说顿顿吃吧,起码是一天一顿 在她怀孕期间,家人也是更加顺从她 说什么时候想吃米饭,那就什么时候安排上 生下孩子之后,宝妈的月子餐几乎顿顿有大米 但是就在她即将出月子的时候 发现自己腹部疼痛难忍 到医院检查之后,医生也惊呆了 这怎么孩子刚出生就患上了卵巢癌 并且还是晚期呢 同时,医生也表示十分疑惑 为什么该宝妈在怀孕的时候 没有发现什么症状呢 随后医生也是询问宝妈的家属 有没有遗传问题 答案被否认之后 医生觉得既然没有遗传病史 那就只有宝妈日常生活中的习惯 或者是饮食方面出现了问题 家属听到这里,也觉得十分疑惑 这怎么日常习惯和食物还能致癌了 医生解释,致癌的可能是某种食物中的某种物质导致的 随后,医生就让家属将宝妈常吃的食物拿到医院 随后,当医生看到是大米的时候 也震惊了 觉得应该不是这大米的原因 但是,为了搞清楚真相 医生还是将大米拿去检测了 这一检查才知道 这大米表面竟然有一层蜡 我们都知道,蜡在身体中是不会分解的 并且蜡中也有对人体有害的物质 那蜡一直在身体中释放有害物质 时间长了,就算是身体强壮的男性 恐怕也免不了病痛的折磨 87岁倾倒一位宝妈 因长期吃大米患上卵巢癌 主治医生表示 宝妈只有不到三个月的时间 为何我们离不开的大米会致癌 难道又是黑心商家从中作梗 实际上还真是这样 比如一些发霉的大米 商家就会用漂白粉对其进行清洗 一顿操作之后 这些大米也就会变得洁白透亮 但是这样的清洗方式 却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了不小的危害 漂白剂是一种常见的化学用品 正常情况下都是在工业中使用的 因为国家有专门的规定 漂白剂不可以用来使用 所以它不被允许在食品中添加 人长期使用含有漂白剂的食物 会给身体增加致癌的风险 同时也会降低干细胞的活力 增加排毒的负担 另外在大米的表面打蜡 也是不合格的处理方式 因为蜡过量使用也会对身体产生伤害 尤其是肠胃 胃粘膜导致胃溃疡等情况最容易发生 身体素质差的还有生命危险 就拿我国来说 每年因为后天习惯不好 或者是长期使用某种致癌物 而患上癌症死亡的患者 高达42.2万人 通常大家都知道在生活中 要远离烟酒和不乱用药等等 但日防夜防夹贼难防呀 因为大米中也有一种毒素 只需要一毫克就可以让人患上癌症 那就是黄曲霉素 北京卫视某节目中 医生通过科学的检测发现 在5度12度和45度三个温度下保存的大米 都发现了黄曲霉素的存在 只有在28度空间中保存的大米 没有任何问题 另外专家为了搞清楚黄曲霉素 和大米的存储时间长短有没有关系 场外现实还专门针对 三个月五个月八个月和12个月的大米 进行了相关的毒素检测 最终结果显示 存储三个月的大米中 发现了高剂量的黄曲霉素 最终从这个实验中可以看出 黄曲霉素的产生和大米的存放时间 没有直接的关系 反而是和温度湿度有关系 另外专家也介绍了 说黄曲霉素的确是一个明确可以致癌的物质 从健康的角度来看 大米的确也是有保质期的 虽然表面看没有虫子 或者是发霉的情况 但如果大米存放的时间太久 其表面可能会出现发黄的表现 其实这样的现象 也可以证明大米已经发霉了 甚至是已经出现了大量 对身体有害的黄曲霉素 所以大家在购买大米的时候 还是尽量选择真空包装 并且要看好生产日期和存放时间 这样大米在干燥的情况下 可以保存半年左右 但是还是建议大家少买一些 最好在三个月之内吃完 这样才是最安全的方式 27岁青岛一位宝妈 因长期吃大米患上卵巢癌 主治医生表示 宝妈只有不到三个月的时间 为何我们离不开的大米会致癌 中央广播电视台2023年315晚会的时候 揭露了很多消费者陷阱 其中假泰国香米令人折舌 晚会曝光这款泰国香米 其实并不是产自泰国 而是产自安徽 而它之所以会散发出特有的香味 其实就是某些商家在大米中添加了香精 并且相关人员还表示 说老鼠到他们工厂都得被熏跑 其实早在2010年的时候 315晚会就对一些企业违规使用大米香精 加工假香米做过深入的调查报道 如今十几年过去了 没想到依旧有商家企业在违规添加香精 那假香米除了欺骗消费者高价卖出以外 是否会对身体有害呢 首先我们要知道 大米中添加香精这一行为是违法的 因为我国食品添加标准中有明确的规定 在食品制作过程中 不能以餐杂餐甲等目的的 而使用食品添加剂 试图掩盖食品本身 或者是加工过程中的质量缺陷 因为大米中违规添加的香精 是很难被人体消化的 大部分香精会一直存留在肝脏肠道等地方 时间长了会对器官造成持续性的刺激 所以在日常生活中 建议大家还是正常吃大米比较好 已经这是纯天然的 另外在购买大米的时候 尽量选择高品质和大品牌厂家生产的大米 这对我们的身体健康也可以起到安全的保障 不知道大家是否认真观察过 新鲜质量好的大米 闻上去有一股大自然稻香的味道 甚至会给人带来清凉的感觉 这种大米买回家 大家可以放心的吃 另外一些老人 他们喜欢购买超市中打折 或者是价格便宜的大米 这种大米中会存在很多碎米 而这些碎米不仅会影响大米的外观和口感 更重要的是 这些大米的存放时间会大大缩短 不过大家也不用担心 因为正常情况下 大型超市还有正规的粮油店 售卖的米饭都是合格的 都是可以放心使用的 最后还有一个小建议 那就是大家最好不要吃隔夜的米饭 虽说隔夜米饭中产生的细菌不会致癌 但身体免疫力较差的人会有拉肚子和呕吐的症状 好